热大风暴之地的外围雨大影响 本港今日也一直下着大雨 天文台曾经在中午的时候 发出黑色暴雨警告 大约在三个小时之后脱下 大雨集中在九龙半岛和港岛区 导致很多地区严重水浸 廖中平报道 大雨集中在九龙半岛和港岛区 由午夜到四点钟 雨量达到二百毫米 黄风大雨令本港多着地方到水站 在九龙半岛和港岛交界的这几条街浸得最严重 水流急到冲击了 是泊在路边的连单车 优优独半岛和港岛和港岛哲眺 лох了 高一点 回祝对 感谢观看